下方被控 被控了之后镜子就有这个缺点啊 你套的是守护 套的是光之类的还好 你套的是镜子 自己用镜机是不行的 这个 你自己用镜机只会 把这个伤害弹给自己 好控对方了我 没控上 这就有点危险了 这就危险了 还得坚持一个回合 这个下方的宠物被马逼了 上方不打宠物了 直接转向打人物 本来是想控人物 但是实际上比较可惜 没控上 那么这会儿的话 这个 水属性 吃到属于优势了 这应该要组织一波攻击了 没打中 实际上这个版本呢 它是这个以无职业为主的 然后呢 这个 想起业职业PK的 在这个医院地下 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职业PK厂 那个职业PK厂里面 可以转职和使用职业技能 但是离开那个PK厂之后 所有的职业技能 就全都不能使用了 然后呢 这个职业效果也都不存在 现在下方这个选手啊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我不能再让宠物死了 我让宠物死了之后 我可以选择的宠物已经不多了 上方相对而言 这一块上面优势比较大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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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死不了的 结果的话 这个攻击被反击给打死了 这这这 直接反击给打死 这有点悲剧啊 哇 又被人物又被空了 这下麻烦了 有没有这个地球一周啥的 转 烙一圈 好吧 那么这波的话 这个 上方这位选手的话 这个宠物非常不幸啊 这个落败了 那么现在这个 它还被石化 它还有机会啊 现在应该算是 双方打了个平手啊 毕竟这个 双方的这个宠物 三个情况差不多 只是这个下方选手啊 它现在占助了一波优势 你有没有落马 能把它落马就最好 你不能落马的话 这个石化状态是肯定打得死的 先回了一口 还是比较稳妥的啊 而且用的是这个战场 英雄药啊 英雄战场的药 这种是大回的药 直接换虫 换了这只 这个 隐身猴子 我直接被咬到 反击了一下 上方这个 引猴应该是水属性的 哇哇哇哇 这不有点伤啊 这不 这刚放出来的虫子 最后 听听听听听听 脑子里有万全霜 跟球上上一段 有一个人空 跟球上上一步 比我索 啦啦啦啦 就是喜欢的 看着你 不知所措 这个是五次镜被全部破完 一个说躲避都没得躲过去 这是有点悲剧 那么上方宣传的话又放出了白虎 因为那只影猴 他已经没有多少血了 白虎是刚登场就被硬挨了一波攻击 关键是还被实化 这波有点丧啊 现在的话上方选手一直是处于比较被动的情况 他必须把这种状态给他扭转过来 从这个开局之后一段时间内 满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下方选手比较吃力的 但是现在的话 时至今日下方选手已经完全回过境来了 反而上方选手现在是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好 这个看看能不能开始扭转局面啊 赶紧恢复一下自身的这个情况 不过来 不过来 谢谢大家